是誰說要給花東的民眾安全回家的路 就是我們的總統蔡英文啊 但是呢 蔡總統他昨天是去民進黨的中常會嘛 那他就指出啦 這個台鐵總體檢報告 144項 我們已經完成了109項 但是國民黨就指出啦 其實呢 109項裡面 至少有兩項是未完成的 他說 總統沒有告訴社會大眾 這是一份 欺騙的成績 但也是一份改革 延宕的成績單 那這個檢討報告第9項呢 是指出啊這個軌道沿線 施工路段應該要加強施工相關的安全措施 而這個改善的項目呢 交通部在去年3月16號 就有韓文表示 同意要來解除列管 等於就是宣告全民已經改善完成 但是我們來看到這個太魯閣事故發生的主因 恰巧就是施工安全措施 鬆散所造成的 那到底交通部是如何驗收 這項安全措施 改善成果的 難道不用給全民一個交代嗎 給一個解釋嗎 那其實啊 國民黨呢 他們也表示 檢討報告中第78項也指出了 109年12月31號 會完成建制一套適合台鐵環境的系統 那其實就是呢 這個建制邊坡全自動監測的系統 那這個系統呢 其實很有可能就是泰魯閣號的救命關鍵啊 但是 到現在 還是沒有完成 那台鐵局就表示啦 這幾天呢 他們還說原本在行車安全改善6年的計劃當中 規劃109年 要在全台 25處 他們都要來完成邊坡全自動監測系統嘛 但是到現在呢 也是已經延後到了 111年 那就是說呢 這個工程其實他是真正的 要延宕 兩年 那台鐵泰魯閣號 事故是再度的撞出了這個腐爛的安全管理文化 越來越多的聲音其實是支持 台鐵應該要以公司化來治理 那其實呢 身兼民進黨主席總統蔡英文 他昨天呢 在發表談話的時候 他是說呢 他支持 台鐵改革 那將會朝一個 徹底解決台鐵組織文化 努力解決 台鐵財務長期虧損 以及呢 台鐵經營模式 這樣的三大方向來進行 但是啊 整個談話 他通通是必談 三個字 也就是 公 私 化 不過交通部長林佳龍他是說啊 應該要用企業經營的理念 去改善台鐵 把他呢 變成一個公司 他說啊 這個不是交通部能夠自己處理的 而是要 府院也支持 才能幫台鐵 走出 一條路 那我們就持續來看到 其實昨天啊 總統在中常會的時候 他是率所的中常委們 一起來默哀 再度的宣誓要來改革台鐵 不過呢 國民黨文傳會副主委 鄭肇星 他就指出了 這是蔡英文看到事態嚴重 開始害怕了 趕緊喔 表面做個樣子 想要滅火 為什麼蔡英文總統 在今天要在中常會裡面 特別發表談話 很簡單 他感覺到 這個人民的怒火 是越燒越旺 而且是向上延燒 怕的 所以要出來講一些文青式空壇式 但是沒有任何具體措施的語言 但是我請問大家 今天我們過去 自從普悠瑪資 普悠瑪號的這個我們講說檢討報告出來之後 洋洋灑灑兩百多頁 裡面有沒有告訴大家說你該做邊坡系統 有沒有告訴大家說你應該在二零二零年的年底之前完成 都有 可是今天整個預算的編列還有政策的推動 是一個台鐵平常在做乳聽的人 他可以去做負責的嗎 我跟玉琴講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今天我們要做的就是今天政務官的責任是什麼 第一個大家一開始在討論說林佳龍可能不夠專業 這個我也必須要講 政務官其實不一定要專業 但是他要有通事 但是責任政治你要負責 你不需要知道這個系統 大概是什麼樣的系統有幾種 但是你可以要定一個大的方向 比如說我台鐵現在最嚴重的問題是什麼 可能是安全 所以大家有安全的措施 有安全的設備 我們要不惜一切代價 編列預算 編列百分之三十 百分之四十 百分之五十的預算去做 這個是政務官要做的 今天林佳龍有沒有這樣做 今天內閣有沒有這樣的意識性 意識的想法 在普悠瑪號做完的小組之後 如果你重視的話 那你蘇貞昌就會召集大家來開會 對啊 那你這個林佳龍就會 上面甚至會派一個政委 進行跨部會的協調 有沒有做 也沒有做啊 這是台鐵自己可以做到的嗎 不可能嘛 台鐵局的這個等級跟level 就是沒有那麼高 一定要行政院長 甚至是總統指示行政院長指示政委 進行跨部會的整合 成立專案小組才有可能嘛 所以換言之你就是不用心 你就是沒重視 不然怎麼可能在這麼多的檢討報告 出來之後 你講的東西跟你二零零六年二零零七年 做副院長擔任這個小組 副召集人或者是召集人是一模一樣的呢 怎麼會跟你二零一六年普悠瑪事件 出來的講的話又是一樣的呢 那我們是不是變成說 如果你今天沒有任何的新的做法 我就是在期待下一次在發生意外的時候 你在講一樣的話嗎 大家怎麼可能會相信你 連這三個月 我現在連台鐵局長的人都找不到 我到現在還是這個 齊文中在代理 居然不知道是誰能負責 連台鐵局長都沒有找人代理 就是你就是不夠重視嘛 或者是只是把它當成是肥缺 在那邊填補嘛 我們看到台鐵在安全上面的預算 遠遠不足於這幾年新增的預算 都是一些什麼村路啦 都是花在一些網路上面的宣傳啦 包廂上面的彩繪啦 所以你今天林佳龍 作為一個部長 人家對你沒有任何一點安全的印象 差點把你當成文化部的彩繪大師 一天到晚請藝術家來說 我這A包廂彩繪 B C包廂彩 那真正交通 我們需要一條安全的路的時候 你有沒有著重在上面 你沒有 為什麼 因為這個可能對你來講 無助於宣傳 無助於未來官位的噤聲 數字會說話嘛 歷史哥整理出來的 蔡英文執政五年 居然七十死四百四十一傷 連阿扁八年的時候 也不到你的一半 更不用講馬英九七個 你有要求 這跟公私化不公私化 坦白講原因不大 有人講公私化 可能比較有競爭力 這個business model 人力資源會縮減 但是沒有那種道理 說我沒有公私化就會死人 沒有這種事情 安全是最基本的 要求這個跟公私飲是沒有關係的